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我覺得可能也蠻習慣球迷一直幫我們加油的感覺 一直很習慣他們為我們吶喊 然後可能也是一個聲音讓自己說 比賽有沒有結束 可能要繼續去把這場比賽拼到最後的樣子 去年的上半季嗎 那時候好像忘記幾年敗 因為可能列隊下來都會看到球迷 還是一樣很熱情的加油等等的 就換個角度想我就會覺得 就是如果換作是我 我有辦法這樣子嗎 就是支持著同一支球隊 其實自己那時候感觸也蠻深的吧 要在場上可能更拼人命的呈現出好的內容 好的比賽 然後來給球迷甚至球團好的回饋這樣子 其實今年大部分時間其實我們都是有競爭力的嘛 那可能在前面幾場咬的真的是 但是後面蠻多比賽是其實蠻可惜的 所以其實也是間接影響到我們往後的比賽 所以我覺得以後的比賽 球技中在選手們的經驗啊 或是說在球場上的應變啊 我覺得今年是一個很好的養分 棒球就是團體的運動嘛 那每一位角色在球場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 有頂上來的選手 我覺得都有表現出他們應有的實力吧 多過蠻多的 多過蠻多的一年 初賽啊 或者是比賽中獲取的東西都是 比之前幾年還要多了 那時候的心態 因為其實說真的就是 當然是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 前面的人就是一個一個這樣 都這樣倒下來 剩下自己的時候啊 就是告訴自己說自己也要站得出來 對啊 因為也要幫助到球隊這樣 就是之前啊 就可能在下面 多磨練就是多獲取經驗的時候 就是一起上來的嘛 我自己看到啊 就覺得他們表現的就是 進步的幅度更大 今年他們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其實 多少會緊張 可是到後面的時候 是真的進步的很多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去做 他們想要做 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他想要做什麼 這是在下面說真的就是 很難得有的經驗 其實心裡不想讓自己是當最一個打擊 因為當自己是最一個打擊出局的話 對方的彩帶就會跑下來 然後但沒辦法出局還是出局 然後看到對方的彩帶跑下來之後 心裡就會比較難受 然後但一直趕快告訴自己 這只是上半季 我們希望下半季我們是可以衝一波的 跟他的腳步一起來解開 其實我覺得 今年就是 我覺得忠賢以後 回歸我覺得是蠻大的 對我們學會蠻大的一個幫助 也很真相 我覺得 他有找回他自己的 該人 實力還有水準 因為我們就是 大家都是一條心 然後一一比賽的情況下去做 臨機一變的感覺 也就是告訴自己就是 希望的就是 我們這些挨打型的選手 可以就是盡量的去上 不管用什麼方式 都上來 然後讓我們的 攻擊方式可以有 更好攻擊的機會 然後能夠打點這樣子 在手背上也是盡量的去籃下每一顆球這樣 下半季會有這樣的成績 我覺得 我覺得有一個過程跟哲軒 一直不斷的在督促他們 然後在賽前賽後 過程也會集合大家 那哲軒也會一起去跟我們 跟大家討論 我覺得都是 從那個時候一直慢慢的 讓大家的凝聚力跟思考的方向也變得更明確 你們在場下 有沒有在解讀說場上 發生了什麼事情 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年輕球員真的要 認真的去在比賽間 去先思考 下 所有的問題 那技術的東西你只要每天練 它就會 慢慢的進步 但是比賽期間要的是 你臨場的應變跟思考能力 跟 態度的展現 專注度 這些都是 球場上它要 有這些東西你才能夠更穩定 更專注的在 處理 甚至揮擊 甚至你想要去怎麼 去引導隊友 這是比較重要的一環 所以 他們往往都會把 比賽中的思考方向 想在不對的位置上面 所以我覺得 他們必須要去思考自己 真的在球場上 去完成什麼任務 那你想要得到什麼 變得更好 變得更能夠有機會 在這個舞台裡面 像比喻就 這個 紫婷下半季就 給球隊一個 在速度上 在攻擊面上 在防守上面 就是有提供一個很好的輸出 那他在 下半季的機會 相對的出賽的場次啊 或是心態的成長 都是 大家都是看得見的 那 那 紫婷能夠有這樣的表現 我相信其他年輕的球員 也能夠 去挖 發現自己的優點 比較 因為一次的失敗 然後忘了自己 原有的特色 很能領戰 其實我覺得天母 就是三連勝 衛拳那三場 我覺得是蠻 就是對我來講 是今年來講 印象蠻深刻 因為我覺得 不管是在我們整體的 攻擊上面 或是說在防守上面 我覺得都一定有達到一定的水準 才有辦法在衛拳的主場拿下三連勝 我覺得大家 那時候的球隊 我覺得是氣勢 或是說 大家 對於棒球 就是對於球賽的一些熱情啊 之所以我覺得是很高的 我覺得 那時候的感覺 其實就是要帶入到 不管是明年啊 或是說晚後的球迷 在天母的三連勝 我覺得 大家展現出了一個 韌性 我覺得這個是感動的地方 球隊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盒 投上 追 現在不要管我們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每一場都是以挑戰者身分去衝擊對手 不要說我們現在位置在怎樣不用 我們每一場都是去挑戰對手 那是我們最強的任性 好不好 好棒 我覺得在 在下半季裡面 我們 大家有一個很更明確的目標 還有企圖心 真的要去 真正的要去 檢討的話 我覺得 更穩定 我覺得會是 對我們會 在競爭力上面會是更好的 在後半段也會掉下來 大家可能是 在過往的賽季中 可能沒有 真的沒有 這麼長的一個比賽經驗啊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很多選手今年都是 在一軍也是 生涯出賽最多場次的一年嘛 就是 還是很多地方可以努力 可以成長的地方 我覺得 今年對他們來講是很好的一個 學習的經驗 對 那我覺得國城在第一次接下 隊長這個職務 他我覺得他已經做得 非常的好 而且有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也已經很不容易能夠 又有這樣的成績 那我覺得國城可以在 隊長的職務裡面去 我相信一定學到很多 他可能會更自在地去展現他自己 那我呢就是做一個 擾亂嗎 沒有開玩笑 就是去 有時候幫他叮嚀一下這些年輕球員 這樣去協助他 讓他可以更多的時間 專注在他自己的身上 這樣子 每一次你都成為 有機會成為戴動球隊氣勢的那個 希望我去想像 那個我是什麼 那個是能夠 是成為我們走到最後 OK 一跑 這就是過 五 我覺得不只對我來講 對球隊每一個人來講 都是很可惜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 所以我們那陣子還是在龍頭的位置 我們只能回想是我們沒有把握好 沒有讓這個好的情況下讓它維持 那這就是我們必須要好好檢討的一個地方 下半季其實大家也就是都會坐下來聊天 然後討論我們可能新的一些想法 在對於比賽我們需要用什麼方式 或是用什麼型態去做調整 然後慢慢的在把整球隊拉回軌道上 然後一場一場 然後每一步踩穩的去做調整這樣 那得到的結果也沒有說到真的很好 那至少我們是在進步的狀態 那我們在下半季其實你看像各隊戰績都其實都咬得蠻近 所以就是那一陣子比較長時間 每次你做的時候回顧起來就真的蠻可惜的 其實也看到蠻多年輕選手的進步蠻多的 那也希望可以藉由今年大家不管是進步很多還是微進步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把它吸收起來 然後明年真的要很更強烈的心態去拿到我們 所想要的一個目標 但是柴雷包在做一個酸酸 要三殺 哇 三殺出現了 五四三 其實一年下來其實都是一直在學習 對啊 因為不管是表現啊 或是說球隊的戰績 其實都是 對我影響蠻大的 所以我覺得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就是學到了蠻多經驗 那希望你在往後的日子可以繼續成長 球迷對我們來講真的就是 最強的後盾 因為不管我們在哪裡比賽都能夠看到他們 就是他們的不離不棄 不管我們表現得怎麼樣 他們都一直永遠在我們身旁 我覺得這是我覺得最感動的 我覺得最感動的 我不知道怎麼表達那種感覺 就是心裡充滿滿滿的感動 因為至少球迷能夠看到我們 不放棄的他們也不會放棄我們 就變成是今年看到觀眾更多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我們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我們的成績就是會慢慢好起來的 我覺得就是蠻重要的一個面目 首先也要感謝球迷們在今年 無論是在組場或是客場在電視機前面為我們加油的球迷朋友們 就是你們每次在吶喊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是有感受有聽到 然後你們的熱情有時候真的是影響到在場上分散的人 對我們來講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 或是說不一樣的方向的鼓勵 我覺得都是很好 就是至少你們對我們是有關注的嘛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就是不管是和這樣的家人們 或是說支持中華職棒的球迷們 我覺得就是很感謝你們對我們的關注和支持 很可惜今年還是沒有辦法就是進入季後賽這樣子 也真的很謝謝你們一直陪伴我們到球季的這一場比賽 也希望未來能夠可以更多支持富翁球迷跟支持富翁球迷 然後讓我們可以更多聽到你們的吶喊 然後也在球王上我們也會盡最大的能力去完成比賽 來呈現每一場感動的比賽漂亮的比賽 然後謝謝你們辛苦了 未來也希望你們持續的來到現場 為這些年輕人加油也為棒球精神 旺盛的加油 哈哈哈哈 可以